大家我是Paul 最后到周音温期读 今天又是我很高兴的一个这个录制的内容 因为觉得有点在传播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新知 因为对我来说也是新知 其实也没先到哪里去啦 只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比较慢 那比较慢还是要介绍 所以今天要介绍这个东西就是 1然后再加一个斜杠 再加ACC这四个字母 加上一个符号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EACC这什么鬼 然后我们你看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他算是从推特上面去截图下的一张图 你看很多人的ID后面就会加一个EACC EACC这样子 EACC 那这什么呢 我们先用中文理解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看英文 你看这边就有新闻报道 矽谷大佬新追逐的EACC是什么玩意儿 那他的这个中文的解释大概叫做 你看 先说他的英文翻译就是 英文原原本的意思叫 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 Effective Acceleration Effective就有效的 Acceleration就加速 所以他说这个是有一种 他是某种将生物物理经济和社会理论整合的哲学思想 强调将后面这个东西的加速当成宇宙的普遍原则 将睡眠进化智慧还有加速当成宇宙普遍的原则 再往下读 高效加速 Effective Acceleration 有效加速 高效加速 最大的特点就是 凸显 技术创新 会推动改革社会 OK 而且不是经过社会运动形成的概念 而是由技术来推动社会的改革 不是用社会运动来形成的 然后他说 始于英国的文艺复兴派2018年的一个理论 他叫做什么尼克兰德什么鬼 好 但那个时候比较抽象 然后现在开始比较有清楚的一些这个definition 可是 我先再把它读一下 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中文至少再吸收多一点 所以他们现在在讨论这个东西的人会认为是 技术会成为 无法阻止加速发展的力量 所以也就是说 加速发展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 技术是停不下来的 所以技术实在 人们应最大限度利用创新和技术力 推动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们要利用 创新跟技术力 推动社会发展 我把它再念了一次 什么鬼 好 还是觉得很抽象 但是 但是 我会觉得下面这个例子就不错 所以 所以这个 E-Effective Acceleration诞生的时候 Chad GPT还没有推出 可是 那个时候就有推动者 他们认为这个人工智慧的有效加速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会觉得 大概就是Chad GPT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例子 就是由 这边讲的 由技术来推动 改革社会 那这个改革的部分就可能包括像例如说Chad GPT 现在甚至可以教人家学英文 甚至 我好像最近有看到连科文哲都在探讨这个东西 就说 他说什么去美国 我去细鼓 看到人家 AI 然后他就说 Chad GPT可以说 你 问一个什么字 然后他就给你英文 然后解释 然后还是教你念出来什么这些的 说不定就可以改革教育 怎么改革教育 像可能就比较不需要老师了 你可以跟Chad GPT 学英文 事实上我觉得 这真的 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对英语教育最快 慢慢可以不用经营算了 因为很多人的学英文 你都可以直接跟Chad GPT聊天 聊聊你的英文就变好了 你说我都没有外国人可以聊天 你就跟Chad GPT聊天 真的就可以让你的英文进步得不错 我觉得这个hack 真的太夸张了 甚至说你如果想说你的托弗亚斯 想要去进步你的作文能力的话 你就写作文让Chad GPT去改 然后他改出来的推荐 你就把那个推荐记起来 那就是你的 去考试的东西 我跟你讲 好啦 我们来看英文 这讲了半天 没讲到英文不行 所以这是一个 Business Insider的一个报道 他的开头就是 标题就是 Get the lowdown on EACC Effective Acceleration Silicon Valley's favorite Obscure theory About progress at all costs OK 所以 里面有个片语我们要学一下 Get the lowdown on something 我就把它打出来 So if you want to get The lowdown on something 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把一个东西的 所有的重要的资讯都讲出来给你听 So we want to get the lowdown On 这个东西 Effective Acceleration 所以把这个给打出来 有效的加速或者高速的加速 Effective 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 那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主义 所以我们加个ISM结尾 Accelerationism 这样子 我觉得不加看起来比较好 就 后面就不会被画红字 好 那刚刚的那串什么社会改革什么鬼的 这边也是有写啦 是没错 所以我们就 来看一下 而且连这个报导他也说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 一个理论 因为像我刚自己都觉得读了几段中文 是有帮助理解一咪咪 可是事实上很难举例子 直到他用出了Chat GPT 我才觉得 OK 酷 那更不要说像 我们如果说是 例如说 像讲到社会改革 交通方面的一些改革 可能就可以透过 Uber 或者甚至自驾车 来改革这个交通上面的社会转变 这样子 See that works too 所以他说 There is an obscure theory Doing the rounds in Silicon Valley As it quickly becomes The new ideological hobby of tech power players Yes 所以 他变成是一个大家在意识形态上的 然后都觉得 呀呀呀 我们就 我们要去推着一个东西 OK 好来 来我们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看到刚刚的那个 这个social什么什么鬼的 这样子 来 呃 好来 大概在 大概在这里吧 好 Yes OK So the basic idea of the philosophy is this 所以这个 这个哲学的基本概念 是这样 Is this In a technological age The powers of innovation and capitalism should be exploited to their extremes to drive radical social change Even if that means completely upending to their social order 这个英文我觉得看了就清楚多了 也说真的 比刚刚的那个中文都还要清楚 我们来好好解释一下 所以在这个 在科技的时代 in a technological age 在科技时代中 所以这个创新以及资本主义的力量 应该要被大量的去 exploit 所以这exploit被翻译成是 就剥削 就是好好的利用它 所以创新跟资本主义的力量 应该要好好的被利用 被利用到它的极度极端 所以就是 就是彻底的使用它 简单的说 这边再用英文读一次 So the powers of innovation and capitalism should be exploited to their extremes 所以它应该要被 exploit到它的极端极度去这样子 所以能用多少用多少 为了要干嘛 后面用to来当一个不定词 为了要做什么 in order to drive radical social change 所以是为了要促成急速的社会改革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科技用到极致化去这样子 所以或许我们甚至可以在某个层面上来说 就虚拟货币也是一种 所以大家拼命的推虚拟货币 其实好像大家也没有努力推它 大家只是去炒它而已 好假设我们今天很努力的去推广虚拟货币的使用 那推广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目前的实际的货币给消灭掉的话 我们要推这个无纸化 就以后不用再印钞票了 我们为了无纸化 为了无钞票化 我们来努力的推虚拟货币 或者甚至努力的推那种 就是手机支付之类的 所以你知道现在在大陆WeChat都可以 就不用带钱包出门了 所以如果今天那是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带钱包出门 我们要逼大家做这个社会上的改变的话 因此我们去努力的去把这个WeChat的这个支付宝什么鬼的 来发展到最好这样子 极限的去发展它 那那个就叫做Effective Acceleration了这样 OK 所以后面还有一个弹数 所以即便这么做会造成 社会的动荡都在所不惜 这个听起来有点过了 不过这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就是 所以刚刚特曼这一段就 Social order就是社会秩序 所以即便你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了也再说不惜 我们总之就是要努力的去创新 努力的去用资本来去推这个科技的发展 就为了要来促成社会的改革 好你看这个 这个好懂多了 比刚刚的那个中文比起来 我觉得这个好懂多了 我们再把这一整段念一次 So the basic idea of the philosophy is this In a technological age In a technological age The powers of innovation and capitalism Should be exploited to their extremes To drive radical social change Even if that means completely upending today's social order 这个upending就是整个把它颠覆过来的意思 这个字我刚刚没有特别说 不过它也不是很难的字就是这样 OK好所以这就是 Effective Acceleration 所以如果你先前不懂的话 现在你知道了 那我本来是不知道了 我是不知道在哪里看到 然后我就OK酷这样子 你知道我在哪里看到了吗 我顺便把这故事讲一下 你可能也看过 就是有一个大陆在抖音上的影片 这个影片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直播带货的一个女生 那它背后全部都是那个 爱马仕的那个橘色的那一种箱子 然后它就 它就把那个箱子这样子 一个拿过来打开 拉出里面的货品 然后只花了几秒钟 告诉一下这是什么 以及它的价格 例如说这样子五块 然后它就放回去那盒子 咻把它丢走 然后马上就有下一个盒子 被推进它的荧幕前 它就再把它打开 然后拿起来 这个是什么跟什么 跟什么跟什么 你看怎么样 这个东西12块 放下去 然后又下一个 它用非常快速的方式 在这样子带货 然后据说这个收入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它的带货非常的有效 我记得甚至其中一个画面 就是它拿出了 好像是三包还是几包的卫生棉 然后它说这个12块 然后就下一箱 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你可能就 哦这么便宜 就是几块几块钱的这个卫生棉 这样子一打还多少 这么便宜 然后你说明就会下单 就给它买这样子 然后我就 因为这是一个外国人去分享在推特上的东西 然后下面呢 他们就在取消这个东西 他们就说 哦这个就叫做Effective Acceleration 然后我就看了 什么是EACC 然后我再查 然后我才知道 哦原来是这个概念 那现在回想一下 这有吗 那个女生这样做这样的带货 所以他们用了科技 资本主义 去拼着带货这件事情 以至于整个社会的秩序被颠覆掉了 有没有社会秩序被颠覆 好像有 他这样有没有造成很多零售店 就不能再很难去跟他做竞争 因为本来大家都可能会去零售店买东西 然后现在看他直播就直接 跟他下单就好了 所以社会的秩序被他破坏了 然后他有没有利用科技的这个推进来去 促成这件事情 好像也有 所以似乎 这个例子好像生活上还蛮多的 但只是这个东西要解释起来的确有点困难 好反正我们讲完了 好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我们下次见